大家好 我是阿凯 四月的深圳气温可以达到30多度 从家到地铁站 无非就短短三分左右的路程 就能让人出一身汗啊 今天还是一样带大家去华强北淘机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飞扬的次楼 今天来还是比较早可能挑的一批好的机器 我手里这台呢是iphone xs max 美版单卡的 这个外观 城市都是非常的棒 偶类的屏幕也是非常的续腻 刷起来是十分的流畅 完全没有卡正的情况 当年的万年机房 目前市场拿货价也就2000多 苹果家的机器就是耐用啊 这台呢是备用机 iphone 8p了 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 入手了iphone12后发现散热问题十分严重 我也是深受痛苦后才发现这样一个保障的机器啊 iphone8p是单程主板 并且电池续航方面也是完全足够的 ios14更是完美金融啊 拿货价也就1000来块 这配置和性价比真的是高啊 再看看这台呢iphone12iphone12一问题事件后啊 这次再次出现问题就是iphone12系列的散热问题 苹果官方给出的方案是修改内部配置 可是苹果首次给正在发售的机型更是配置一样的 这样的消息一出 整个市场的iphone12就开始纷纷跌价 就拿我手里这台iphone12 pro max来说 外观方面 别说划痕了 就连使用痕迹都没有100的电池寿命 a14的芯片啊 这拿货价 虽然只要6000来块 这也太香了吧 说实话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 因为档口里满满大量都是iphone12pro max 这价格居然是无人问津 我也是一口气拿了三台 说实话 这种大借价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机器拿的也差不多了 我是阿凯 我们下期再见